Hello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嘉妮想要帶你們看看我到底是怎麼準備上班囉 首先當然是擦遮瑕膏囉 我現在喜歡只擦遮瑕膏 因為我覺得上班的時候 在飛機上這麼久真的會讓你皮膚比較乾 所以我覺得越少越好 所以我就會擦遮瑕膏把我的黑眼圈蓋住 還有因為我的過敏的關係鼻子會紅腫 所以會把喜歡紅紅的蓋住 然後擦完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暈開來 然後就會讓我覺得皮膚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而且真的就是把這個黑眼圈蓋住就好了 而且因為最近天氣真的比較乾一點 所以鼻子更加的紅腫 然後鼻子也特別的乾 擦完遮瑕膏的時候 我家妮就喜歡用這個 Makeup Setting Spray 這樣子妝可以看起來比較透一點 而且可以持續非常非常之久 而且不會我覺得融化在你的細紋裡面 然後乾的時候當然就要擦我的 Chanel的粉底囉 我喜歡用粉底 因為這樣子當然臉就不會看起來比較油 而且它可以讓你的遮瑕膏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 真的就是沒有那麼油的感覺 然後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也可以持續非常之久 好擦完的時候當然就要畫眉毛囉 我喜歡補眉毛的習慣就是因為我喜歡眉毛比較濃一點 然後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我覺得眉毛對一個臉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就像是可以 我覺得frame一個人的臉的感覺 你的眉毛真的還蠻重要的 然後我喜歡把它補起來的就是因為不但比較濃一點 可是這樣子我覺得會讓你臉比較立體一點的感覺 OK 後完眉毛的時候 Janin就喜歡用我的眼影的底 這就是MAC the Painterly 用底的時候擦底我覺得會讓你的眼影會看起來明顯一點 然後顏色比較新一點 而且眼影的那個 Blasting Power可以持久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會讓你的眼皮看起來好像個blink canvas 好擦完的時候當然就是用我的 Naked的第三個 palette 然後我用的顏色是比較紅一點 然後有很多亮片的 因為現在加點妝非常非常淡 所以我喜歡把我的眼妝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有亮片的眼影現在 然後這個紅色我覺得鮮豔 可是不會太說太亮 然後擦完這個的時候我會喜歡用一個淡點的顏色 將近像白色的擦在眼頭上 讓你眼睛看起來比較大 好畫完眼影之後的時候就開始要夾睫毛並且擦睫毛膏囉 雖然我會戴假睫毛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擦睫毛膏 是因為這樣子會讓你自然的睫毛看起來比較翹一點 所以會幫助你的假睫毛也自然而然比較翹 而且我覺得會融入你的假睫毛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看起來好像你是沒有戴假睫毛 但你真的有戴 好擦完的時候我就要畫我的羞絨妝囉 然後因為加你的臉很大 所以我都會擦在我的 這叫 cheekbone的下面 這樣子我覺得臉會看起來比較有 比較有definition 然後臉會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然後當然也要擦在下巴 因為真的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這樣你永遠都是去 永遠都是追求秀的感覺 擦完的時候就要擦打亮的囉 打亮我會擦在眼睛下面 會讓你的顴骨看起來比較 比較立體一點 然後比較高 所以臉看起來比較油 有一點那個definition 然後擦完了之後 我就會擦有亮片的打亮的 這樣子 太陽打到的時候 或是燈打到的時候 你的顴骨看起來亮亮的很漂亮喔 接下來要黏假睫毛囉 這就是 Ardell的Wispies 加您最喜歡的假睫毛 然後你看我都會喜歡用我的刷子的背面 把膠放在假睫毛上面 這樣子你可以很準確的放上去 然後就要用我的Stamp的夾子 放在眼睛上面囉 這個我不得不說真的是加您很多很多年以來的練習 才可以很簡單很容易放在眼睛上面 如果你是新的用者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來 然後真的只要有練習 然後多次去黏的話 你真的很容易 之後就會很容易把睫毛黏上去 然後放好的時候 我都會用我的夾子的背面 就是比較扁的那邊就是黏好 最後當然就要擦腮紅囉 空姐最需要的就是腮紅是不是 開始要用頭髮了 因為 家寧很喜歡頭髮 你看家寧頭髮很長 所以我很喜歡先把頭髮捲好 因為這樣子 不管是把頭髮綁起來 或者是綁麻尾 或是放下來都會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今天家寧用的就是我的NUMI ONE 這是32inch的寬度 所以我覺得給我的卷是很自然 然後比較有點像那種海邊的浪卷 然後我兩個方向都會轉 所以我會往內以及往外的轉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你的卷不會 全部都黏在一起 而且卷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家寧永遠都需求自然 然後我感覺很好像花了很多力氣 雖然你花了很多力氣 可是給大家感覺好像是好像 好像很自然 好像一醒過來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小心 因為這個方向就是沒有夾子 所以很經常會燙到手 所以大家要小心喔 可是我不得不說 雖然我燙過手很多很多次 可是這還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卷法 因為它給的卷跟我覺得有夾子的電棒燙的卷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效果 你看家寧現在看起來像自言之語 可是是在唱歌 你看我會看又往外又往內 這樣子卷會真的 最重要真的就是卷不會黏在一起 因為我很非常不喜歡 全部的卷好像都是黏在一起的感覺 好像一個非常厚的卷 那個我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喜歡兩個方向都轉的話 卷就會好像很自然的都會飄開來 好這就是家寧最喜歡的新朋友囉 它是一個像夾子 然後下面有一個包包 讓你頭髮可以放進去 所以現在家寧就喜歡把我的瀏海先夾在後面 因為我的瀏海現在不夠長 所以把它留下來 然後不夠長可以放在馬尾裡面 可是也不夠短讓它留下來 所以我都會先把瀏海先夾起來 這樣子我在上班的時候 它不會一直就是往我臉一直鋪在前面 夾完的時候我就把我頭髮全部的捲起來 捲到一個像小 bun裡面 然後你看很多頭髮會讓你露出來 可是沒關係 因為你有現在的小秘密了 把頭綁起來之後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夾子先夾在頭髮裡面喔 就是蝴蝶結先夾好 然後它就會固定住 然後就會有一個stabilizer 夾完好的時候 你就會把那個小 bun 就有點像hair net一樣 把你的頭髮全部丟在裡面 你看一下就好了 現在這是家寧最喜歡的一個好東西 然後很適合上班來用 因為會讓你的頭髮看起來很 我覺得很professional 就有點像那種國泰或者是長榮會用的 所以我覺得就很方便 然後頭髮也不會說看起來很老氣 So I really like it 這是我現在最新的一個找到的東西 然後我非常喜歡 好 那個頭髮的時候就要開始圍我的領巾囉 領巾是我們制服的一個piece之一 所以我都會先把它折好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像薄薄的一條線 然後會把它綁在我的脖子上面 然後雖然很多空姐在我們公司不會這樣子綁 可是我覺得因為它是制服的關係 我覺得還是一支我會覺得比較好看 所以雖然很多人不是這樣綁 可是我覺得以我自己的責任 我還是喜歡這樣子 雖然有時候很不舒服 然後你就看它就是把它綁成兩結 就好了不用綁什麼蝴蝶結之類的 然後綁完的時候你就會把那個Dory的領巾先拉開 這樣子會比較有一點蓬蓬的感覺 這樣子它就會比較有一點就是站起來的感覺 然後當然就把那個蓬蓬的轉到我的右邊 然後當然就會先把Dory的先折好 這樣子會看起來比較professional我覺得 領巾弄好的時候當然就要換衣服囉 然後我換完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最後一個步驟當然就是擦口紅 我喜歡最後面擦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比較乾 所以我喜歡等到最後面才擦 然後我喜歡用的顏色都是比較屬於粉紅色一點 雖然可以保持一點青春感 But anyways 這就是嘉寧化完妝跟化完衣服的上班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下次見囉 Bye